大家好,我现在在加拿大的一个小城市,树里市 现在咱们中国的产品价廉物美,非常畅销 在加拿大树里市这个小城市里头也可以买到很多中国的产品 今天我在当地一个华人超市里看到了一款中国产的网红产品 叫李子奇柳州螺丝枕,我把它买来,然后自己试吃一下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款螺丝枕,它的一个外包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在天梯超市买的李子奇 这个网红产品柳州螺丝粉,那么我今天就来试吃一下 试吃的时候我配了一点蔬菜,我呢就是用了一点白菜 将来和这个螺丝粉在一起炖一下 那么我把这个螺丝粉的这个外包装,我给它打开 看看它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外包装打开了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很丰富 很多的这种配菜,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就是这个主角,这个螺丝粉呢 就是大概这么一包螺丝粉,净含量大概300克左右 那么另外呢,这有一包配料辅足 还有呢,还有呢,这一个一个笋啊 不,这是花生,一点花生 然后这是一小袋的笋 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将来和这个螺丝粉加在一起 来煮的吃的,那么这个是调料,这个是油啊,食用油 这个是一个汤料,螺丝粉的汤料 这个是它的一个小配菜 这个是有一包醋,一包醋 大家看一下,这个很丰富的一个螺丝粉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配料 那么另外我自己加了一点白菜 那么和这个螺丝粉混合在一起 然后就是吃起来,非常有营养 那下面我们就开始进行制作 首先呢,我们先煮这个粉啊 把这个粉冷水下锅 然后大概锅开以后煮个七八分钟 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螺丝粉放到锅里头 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螺丝粉放到锅里头 然后加入冷水,然后转成这个大火 然后开始煮啊,锅开以后 然后煮个七八分钟 现在火已经大开了 我们把它转成中火 然后煮七到八分钟 转成中火,然后定时七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把它关火 然后下面这个步骤就很重要 我们需要把这个用凉水给它过一下 然后再重新加入冷水 加入凉水,用凉水把这个给过一下 凉水过后 我们重新在锅里和这个硫丝粉了 分一块再加入适量的冷水 然后呢,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配菜和所有的这些调料 还有这些油了,醋了,把它全打开放到锅里头 大家看一下,我们把所有的这个配菜配料和这个粉呢 给它放在锅里头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把它给盖上锅盖 重新再给它煮一下 这时候千万注意 等这个锅一开马上就好了 我们就要关火把它盛出来 好,现在我们开始煮 锅现在已经开了 大家看一下 那么现在就已经好了 我们关火把它盛出来 过一会儿我来试吃一下 把这个螺蛳粉呢 这个网红螺蛳粉 李子奇柳洲螺蛳粉就盛了出来 然后给它分到一个小碗里 过一会儿我来试吃一下 颜色非常漂亮 红彤彤的 大家好 我现在就来试吃一下 这个网红的李子奇柳洲螺蛳粉 看一下 这颜色很漂亮 红彤彤的 先喝一口汤 这个汤味道非常好 酸 然后咸 辣 母味 还有点酸 五味俱全 再缩口粉了 这粉非常劲道 火候刚刚好 再吃一口配菜 真好吃 真好吃 再还有辅足 这十口粉 这十口粉 味道非常好 味道非常好 和我在国内吃的这个螺蛳粉味道一样 现在充分体现中国产品的这个魅力 远在加拿大也可以吃到中国的网红产品李子奇螺蛳粉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也不贵 也不贵 品尝中国的特色美食 也不贵 品尝中国的特色美食 特色美食 好 大家好 我今天试吃了一下中国一个网红的一个产品 李子奇柳洲螺蛳粉 这个吃起来味道非常好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当地的华人超市里头买来试一试 价钱也不贵 一包也就几块加币 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请大家多多支持 关注 评论 点赞 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